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2月14日,星期二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見恒指今天高開了之後下跌了一點點,沒有跌穿沉默的底下 現在好像在彈上去接近5mm的位置,3mm和5mm之間 看看月線圖,看到月線圖這個量度就是拿回月線圖的大浪去比較比例 那它去到0.786那裡就站不穩,所以就有機會試回0.618的比例 試完就通常都是有支持的,因為這個是屬於月線圖級別的比例,所以都應該是有支持的 所以做反彈,現在看看反彈,看到這個反彈 看到4小時圖,拿回Patreon分量的圖,IG4小時圖,在這個位置就跌了5個浪,1,2,3,4,5 做反彈有機會就對應這個跌浪的反彈 看到它就去到50%的位置站得穩,但有時都未必,有時站穩50% 它也都未必一定會去0.618這個位置,所以就只能夠知道這些位置應該就差不多是轉向 它有機會就是上去試完0.618才在,又或者是就在50%至到0.618這個位置,中間就已經是轉向了 那這裡都可以看看它的2小時圖,都有些啟示的,看看這個即時圖 如果以2小時圖看,這個反彈是一個陽陰陽的陰陽軸結構 然後看到是陽陰陽,然後收陰軸 收陰軸就代表它這裡的反彈可能就是一個 ABC或AWSY這樣做完了 所以看到收完陰軸之後,下一支就開始跌下去了 如果2小時圖就這樣看 如果用小時圖就能夠分為一個 ABC,即是一個W,然後S狼,然後一個Y 如果用小時圖看,它陰陽軸的結構去看 就有機會是一個ABC,S,ABC這樣 所以當這裡一收的陰軸,也是有機會就完 看到它的S狼位置應該是這裡 它跌穿了,即是說,這裡就不會再有一個Z 即是不會再彈多一陣,有一個Z就不會 這裡也不是太像一個五浪的結構 所以就只能夠說這個反彈應該就完了 這個反彈應該就完了 這個反彈應該就完了 完了之後,它會不會說這裡加上W,S,Y才是A 如果是這樣的話,它這裡的B要回套70%以上 然後再上,這樣才有機會是平台浪的反彈 A,B,C,反彈完再下 但是它這裡的回套其實也不足夠70% 它只是回了50% 即是說,現在其實很大機會 這個頂應該就 應該就 應該升不穿 最少都應該去回70% 當然也都可能是,即是說它就算 如果這裡是數對的話 它最少要回70%才可以升穿這個頂 如果它現在就這樣直接就升穿這個頂 這裡就比較多變數 這裡就可能是一個五浪結構 這裡可能是一個五浪結構 這裡是一二三這樣數也都可以 也可以是A,B,C這樣數 但是這個C也會是五浪結構 因為這裡是,它回了50%就已經是先穿這個頂 所以這裡,即是到時,就會是 即是假設它是一個五浪結構 那就會是535,即是說這裡 也都是一個五浪結構 所以現在,如果這裡真是一個WHY 其實現在這個頂就不應該升穿的 反而是大機會跌穿的底 或者就算不跌穿的底也好 它也會是回了70%才再升穿 那可以看看那個Retracement 它是,只是回了50%而已 那70%的位置應該是這裡左右 那可能是20,098的位置 那所以現在正常呢 正常應該是會跌到這些位置 最少,最少跌到這些位置 甚至乎會是穿的底 那如果它又不跌到這些位置之前 就已經是升穿的頂 那就要留意了,它可以是一個1,2,3都可以 因為如果現在就升穿的頂 它這裡就,即是有權是一個五浪結構 但是就是比較難去分辨 純粹就是 那看看 那看看 4小時圖 那現在就覺得它4小時圖 有機會是 STC死差了 在超賣區上面 那其實它有機會是下回下面 先的 下回到超賣區 這個超賣區 它也可能是一個五浪結構這樣下 那即是 進去看 那即是 今早跌下去那一下 其實就是1 下跌1 然後它做了反彈 那那個是2 那應該接下來就是3,4,5 這樣會跌穿這個底 那看看跌下去究竟會不會跌穿這個底 那就是 那因為如果它4小時圖的STC 下到下面之後 下到超賣區 但是它都如果 沒有再跌穿這個底 那就變成這裡可能是一個 複雜一點的反彈落 就是剛剛所說的回70% 然後再上一個C 再上一個C 因為就算這裡是調整浪結構也好 如果它是一個WHY 它的B浪 它只能夠是平台浪的A WHY 只能夠是平台浪的A 然後平台浪的B B就要回到A的70% 要回70% 所以就 就是說 都應該是會再跌的這些位 那好視乎它跌到70%的位 它究竟就超賣了 就是這個STC 到時超賣了 它到時都沒有去到超賣區 或者這個慢線都沒有去到超賣區 那 那 那 就是會再下深一點 所以應該就不止70% 可能會再下深一點 可能就跌穿這個底 也會有這樣的機會 那 看看 上陣指數的走勢 那 看看上陣指數的日線圖 看到它是 由這個低位 做了一個 陰陽的反彈 如果今天收陰燭 那 可能反彈就完 了 還有最好就收在5mA下面 日線收5mA下面 那才會比較確認 小時圖 它短線都沒有收穿移動支持 那 所以都 就是 昨天都說到 可能在這些位置再高了一點 那都可以 那 移動支持現在就都是在這個位置 那 所以 如果要確認它轉回跌 就要是它跌下來 那 暫時都沒有太確認 那 看看 道指走勢 那 道指 看看 它的日線圖 日線圖 就是 一隻都站住 那個34mA 看到 日線圖 黃色的 這條 那 它從這個位置 就一直站住 的 站了幾次了 站了四次 那這裡都依然是站住的 這個收視價都是高過34mA 那 就是沒有一個 的 還沒有轉變 那 所以 有了彈 上去 你看到它四小時圖 四小時圖 它彈上去 其實它又升穿了這些位置 那 那它前面那個頂位 就沒有升穿 那 看看會不會是一個 這個 這裡可能是一個 1 2 3 4 5 那 這裡是一個 反彈 A B C 看看會不會是這樣 那 就是 看著這個頂位 看看它有沒有升穿 如果沒有升穿 它也可能是一個跌浪的起點 那 只不過是它反彈比較久 那 現在這些位置 那 昨天就說到這個位置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要收穿回下面 收穿這個支持位下面才是比較未淡的 因為它之前都 沒有收穿過移動支持 沒有收穿的 所以 又沒有太確認它的轉差 那 看到 看到 而且昨天都說到這個位置要再跌穿 才確認它是轉淡的 否則的話 這裡可以再彈高一點 所以 看到它現在都是 看到它的反彈都是 陽陰陽 但是 已經收到陰燭了 如果這裡是一個有一個ABC的結構 那 其實這個可以是一個頂的 這個有機會就做一個反彈的高位 那 要留意這個位置會不會再升穿 如果這個位置沒有再升穿 那 其實也有機會開始轉回跌 但是 如果升穿又不是 升穿又 可能是一個 1 2 3 4 5 但是 就算它走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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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這個就是2月2號的位置 這個位置沒有升穿,其實都是可以看淡的,而且看淡的空間有很多 因為這個是2浪,下面是一個3浪 這裡是1,這裡是2,看看納紙 看看納紙,看到4小時圖,昨天就大概在這個位置 當時4小時的MACD,就在空隙位置 所以說到是比較利好的,通常是空隙位置出了,然後Histogram在收縮 通常都是比較利好的,所以這些位置看到是有點反彈 暫時都可以當它是一個1,2浪 然後又是一個1,2浪 一向下數的1,2,1,2,可能是3,4,3,4,5這樣下去 看到這裡有機會在這個位置開始反彈,看到反彈A,B,C 就收了陰燭,所以只要這個高位沒有升穿 也有機會在這個位置開始轉 看到日線圖,日線圖的MACD都是屬於一個相對的高位 在牛區的相對高位,可能是這裡稍微有些 剛剛死差,剛剛死差完,就做回這裡反彈 就是剛剛死差完,就是它剛剛跌了一個浪 可能是在這裡反彈 也應該是 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差不多轉回去 即是如果它是一個跌浪,它應該差不多了 這些位置 在這裡 跌下去之後,它反彈了一半期不穩 然後由這個位置開始跌下去,也是反彈了一半期不穩 這樣下去下去 周線因為上個星期是收陰燭,所以前個星期那個頂 就是這個頂 就有機會做了一個反彈高位 現在純粹就是做回反彈 就是這裡跌了兩個星期,做回反彈 就是這裡跌了兩個星期,就做回反彈 就有可能再下 然後看看黃金的走勢 黃金就看看周線圖,這個就比較客觀 就是這個量度 retracement,它收了0.236以下 收了0.236以下,應該是下個位置去0.382 這個比例就比較客觀 這個比例就比較客觀 中間的狼呢 可能會比較未必 即未必說會太易看 但是比例就是一些比較客觀 所以 日線方面它收了55MA 也有機會去到89MA 但89MA 都是1828以下 剛剛所說的周線 的 retracement 就是1828 就是這裡 而89MA 就比1828更低 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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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到1819那些位置 所以應該是1828也有機會去到的了 就是這裡這些位置 都應該是去得到的 那就是 看周線的 retracement 這些比較客觀的比例 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看原油的周線圖 看到之前 昨天就說到這裡 其實都是 比較像是 跌三個星期的音速 因為如果跟 就是看它這裡有些規律 三支羊一支音 加上四支 變成兩支羊兩支音 加上也是四支 可能這裡是一支羊 有些像是這樣 至於它的日線圖方面 它昨天是破過之前的頂 兩天前的頂 但是它縮下來 所以都是 純粹是那個反彈複雜了 但是它也站不穩 看到 這個extension 它也是沒有站穩的 extension的比例 看到是拿回這裡的反彈 和前面的反彈 比較它們之間的比例 看到是1比0.764 其實是1比0.764 還是1比0.764 看淡 的話 就是1比0.764 這個比例 以上看淡 這個比及最好 就比較有上多 8017.6 即是8018 這個比例以上 看淡 暫時都是 看四小時圖 如果以四小時圖來說 MACD处于相对高位,所以有比较大的机会落到下方 所以都是偏向看淡,比较多 如果要确认的话,收穿移动支持会比较确认 如果有4小时图收到移动支持会比较弱 如果收到移动支持会比较弱 如果收到移动支持会比较弱 如果根据周线图的看法,应该是破底 看一看,也可以看着这条MA,应该是144 4小时的144MA,可以站稳了,看到这里站稳了 然后下去也是有支持 所以如果它跌下去,然后收到这条144MA下面 可能会比较差,会转变差 所以也可以留意4小时 那条144MA,看一看美元指数走势 看美元指数走势 看美元指数走势,看到2月2日,它在低位上做了5浪结构 看到1,2,3,4,5,应该做了1浪,去到这个位1浪 然后就有一浪 thereafter 现在插入w,去到2浪 这边去到它那个位置的2浪 然后它koc91 связars 看到3浪1 ,就是12345 7 kasihcell his 看 DNA3浪1,一 complic vankoc3 if меся 涉及3浪2,然后晒3浪2 这边是肯定一定的2弱 所以我们将这次已在肯定调整,指数放途 看到比例方面都差不多 所以就有機會轉回上 現在就隨時是去到三浪三的位置 所以就留意他什麼時候有一個向上突破訊號 如果有一個向上突破訊號 應該就是可以確認他轉回上 譬如他那些洋竹的頂 或者是一些小浪的頂 大概現在可以 如果收穿這個阻力位應該就是 轉回看上 看到這裏就形成了阻力位 在這裏 如果他是升穿 應該就是向上 向上就應該開始 那個 三浪三 就是在這裏 四小四十 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就留意他什麼時候收穿這個阻力位 今天這條影片也有拍到這裏 好 好 OK 很感人